首先来关心国际间重大的意外 烧地阿拉伯一年一度卖家朝圣活动 发生了严重推挤 目前姑息造成了717人死亡 805人受伤 最新的情况我们就连线记者李玉莉告诉大家 好 主播各位观众我们可以知道 这最新的数字717人死亡 这是最新官方公布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的 就是今天最新上传的画面 可以看到整条路上挤满的人 在画面的侧边可以看到 就是有民众已经受不了这个推挤了 沿着墙想要爬上去 这是民众在现场拍到的画面 上传到网络上面 那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每年伊斯兰利的12月8号到12号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都是朝圣的时期 那这个地方就在距离卖家 大约5公里的这个地方叫做米娜 米娜其实是在这个穆斯林到现场 上百万穆斯林到现场 他们都会住在有空调的帐篷里面 这个地方就是聚集地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么多人 出现在这条路上呢 因为他们都是要去参加一个丢石头 这个植石巨魔 就是朝魔鬼丢石头的这样子一个仪式 所以在桥上呢 当时是挤满所有的人 一阵推挤当中 就发生这个严重的意外 其实过去呢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90年 当时也是发生了这样的踩踏意外 一共造成了1426名的这个死亡人口 不过这个月就在这个月的11号 其实麦家就发生了这个巨型起重机的掉壁 砸向清真寺这么严重的意外 现在官方都还在调查原因 又出现了这一起这个非常重大的踩踏意外 那给观众朋友带来一个资讯 因为呢这个麦家过去 常常发生类似的踩踏意外 所以今年其实是特别部署了10万名的安全部队 3000多名的消防人员 以及5000辆的消防救护车都在现场 希望能够避免意外发生 只是没有想到717人死亡 这样子的重大数据 目前还是在官方暂时确定 目前数字还有可能持续攀升 而详细的原因呢 他们都还在调查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更新 以上是现场掌握到的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